恭喜Trash 2019年的全新迷迷專輯終於發行的 Never Die 有一個嗎? Die 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哲熙 恭喜Trash新專輯 Never Die 即將發行 身為一個27年的一緣粉 我非常期待 大家要支持喔 Hello 我是鳳小月 恭喜Trash 十週年 成團十週年 然後也恭喜你們加入新的唱片公司 要發新的迷你專輯了 聽說這些歌都是你們十年來累積的 壓箱寶 是不是? 非常期待 祝你們新專輯 Never Die 大賣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葉的姐姐 我是尹蔚 首先呢 要先在這邊恭喜 Trash樂團要發片了 你們一直都很認真 很努力 所以相信接下來的成績一定會非常棒 加油 在這邊要特別跟我的小老弟說 謝謝你一路以來 這麼堅持玩你喜歡的音樂 然後走到現在 其實我覺得你真的很棒 我們都很為你感到驕傲 那接下來 不管遇到任何事情 我們都會陪在你身邊 不要怕 你就放心的去衝 放心的去追逐你的夢想 我們永遠讓你靠著 加油 愛你 Love you 大家好我們是 切蛋 2019 Trash 迷你專輯 Never Die 11月15號就要發行啦 認識他們也快十年了 還在做音樂真的是 太屌了啦 每次議員給我偷聽新作品 真的是超讚 阿博文沒有跟你聽喔 他沒有 Trash 一起加油 阿葉 恭喜恭喜 進了華納公司 這個 這件事情 如果爸爸還在的話 是一件大事 其實你知道嗎 雖然爸爸先走了 可是在爸爸的心目中 他常常跟我說 老婆 你怎麼生的啊 你怎麼生了一個 這麼棒的兒子給我 他常常因為看到你在台上表演 還有他的車上 他每天只要一上車 一定聽了你的專輯 他跟我說他好驕傲 他有你這麼一個兒子 他的人生值得 所以我也要感謝你 因為你的努力 讓我在爸爸的面前 非常非常地驕傲 所以這一路來 我真的看到你 非常地努力 在研究音樂 每個晚上 都在練你的鴨嗓 雖然很吵 但是我看到了你的努力 爸爸也告訴過你 這條路是很艱辛的 如果你只是想紅 那你就趁早使得這條心 但是你說你不是 你只是熱愛音樂 你希望你的願望就是 你寫的每一首歌 都能夠撫慰人心 帶給人家快樂 我希望我在這裡很驕傲的 可以告訴大家 阿葉是我兒子 我是葉媽 希望這次的出片 讓更多人看到你們 喜歡你們的音樂 我在這裡祝福你們 發片成功 加油